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在它诞生的时候总会备受质疑 虚拟制片也是一样 大多数人在最初的时候都会说 虚拟制片可能能完成3%,10% 可能顶多完成30% 但虚拟制片的出现实际上对这个产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拍摄丹辰的初衷 我们整个影片都是用虚拟制片的方式制作 零后期客销 所以这一月我们在《Nab Show》 一位最重要的国家电影科广 虚拟制片已经是一项最热的题目 而坦白说 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专业专业专门 我们有所获得的 《诞辰》是一个重视效的片子 传统的制片流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并且是大成本的事情 我们如何在四天当中就把四个场景在室内买完 并且只用了三样道具 一个石头 一个门板 和一个床板 拍实验室的那场戏 现场道具只有一张床 但是我们取景器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科幻感的画面 镜头是运动的 前景有一个巨大的培养舱 画面内是在前景 其实它是在后景LED中的 所以说在虚拟制片里 我们摄影师找前景也会有更多的一个思路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虚拟制片底层的逻辑的话 它可以完成所有大难度大跨度的场景的拍摄 就比如我们影片当中断崖的镜头 一平两米去拍摄一个万丈悬崖 近距离贴屏拍摄 这是完全得以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 我们在做任何的镜研发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解放艺术 比如说零延时相机跟踪方案 这次诞生你们手持的镜头会比较多 如果不是零延时的情况下 很多需求发布法满足 比如说导演对画面的一个呼吸感 紧迫感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方面是环木加底幕的一个方式 它两个技术规格是完全一样的 中间没有任何的相机跟踪点 是非常干净的 你仰拍各种角度拍都是ok的 对于摄影师高自由的一个发挥 提供更好的支持 真实的拍摄是受限于物理空间的 比如说场景很小 没有机位没有光位 这个都是我们传统拍摄的一个痛点 但是通过虚拟制片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任何位置下机位 我们还可以在屏幕上贴一个光片 重新定义时间与空间 我们自己开发了一套虚拟焦点的系统 焦点也可以从前景到后景 没有给摄影任何的限制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焦点可以直接给屏 就是因为我们独有了抗摩尔文的技术 结尾有一场戏是镜头透过女儿的肩直接拍到了屏幕 我们把屏内的景深做出来 灌体背后还有景深 有点个愉快的声音 它是很有趣的 seeing 那个视频在前面 所以我可以更加在微笑的 在光是正常的 在这件事中 如果说 如果是一个镜头的爱抹摸 我们就开始跳动 有一个镜头?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意识到 两个拍摄 我没有想到 有其实动摹摸 的镜头的摹摸 我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什么他们说 我可以演出的 我可以反应到 別跑,別跑 傳統的後期就是前面不管拍到什麼程度 只能後期去修改 現在屬於後期前置 把合成的思路轉化到前期這一塊 創作人員可以參與前期導演的一些想法 特別是在美術和攝影這一塊 是完全思路會擋開 聲音的部分大大的提前了 不光是聲音,他把所有的這個流程都縮得很短 演員拍好以後 就能立馬去音棚去做ADR 他的聲音的情緒其實還在 因為他那個時候他是在戲裡 你們都能夠很快發揮這件事 我做了很多的製作 都要讓我看完最後的產品 所以我現在在做 dubbing 正在看完最後的產品 是很驚奇的 它通常會花了幾個月 才能夠吃到這製作 全數據打通的流程 它其中包括了Proviz, TakeViz,包括LED,包括實拍 我們各種接口,各種通訊,各種硬件,各種軟件 就是它怎麼去有機的結合起來 包括我們的一些機械設備 比如像機械臂,仿真平台 包括我們調色的,燈控的一些 各方面的所有的參數 都需要和我們整個系統去進行結合 我們在這方面基本上充起了所有的底層 博彩的虛擬製片系統 由我們的Universal Control貫穿整個流程的 其中包含大量的自主研發的 軟件、硬件、專利技術 這些技術的無縫連接 確保了整個創作實現可視化和工業化 從最初的劇本、美術設定、數字資產、預演、LED 還是整個全流程數據的打通 每個過程都是從前一個流程開始往後迭代 把你的想法完完全全地呈現出來 所以這就是虛擬拍攝能夠帶給電影最大的幫助 它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你的創作上的遺憾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技術是真正在富能藝術創作的 中文字幕了解